现在要说的故事是 年兽来了 改编黄慧敏 图刘伯乐 事一书局出版 小朋友 你喜欢过年吗 过年时 家家户户都要贴春帘 放鞭炮 还会准备丰盛的年菜 全家人热热闹闹的团圆在一起 关于过年的种种习俗 可是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呢 这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深山里 住着一种叫做年的怪兽 年兽很怕热 又很爱睡觉 在深山里 一睡就是一年 当年兽醒来时 便会下山寻找食物 这一天 可就是人们的受难日了 算一算时间 又到了年兽睡醒的日子 住在山脚下的村民 急忙准备干粮 扶老稀幼的往村外逃 到了晚上 在山上除了丁婆婆家的窗口 还透着亮光外 整个村庄静悄悄的 原来丁婆婆唯一的儿子 在去年被年兽吃掉了 今年她决定留下来替儿子报仇 正当丁婆婆 小心翼翼的躲在门边 等候着年兽时 突然听到一阵 哭哭哭的敲门声 好心的大爷大娘啊 请分给我一点吃的吧 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原来是个新奇的老乞丐 好心的丁婆婆开了门 并将晚餐吃剩的饺子 分给了老乞丐 老乞丐三两下就把饺子吃光 她满足地擦擦油嘴 好奇地问 奇怪 为什么全村的人都跑光了 只剩您一个人呢 丁婆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把年兽吃人的事说了一遍 并催促着老乞丐 赶快离开 不料老乞丐说 哼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今晚就看我来收拾它 于是老乞丐向丁婆婆 要了一些红纸贴在门口 还在院子里点起了火 将竹子烧得噼里啪啦响 好了 丁婆婆 有了这些就可以了 现在请您再去准备一些饺子 待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虽然丁婆婆对老乞丐的话感到怀疑 但还是到厨房去准备饺子 叶更深了 就在这时候 睡醒的年兽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进村子里 饿极了的年兽 一下子就走到唯一亮着光的丁婆婆家 谁知才刚想推开门 便被门口的一大片红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忍着痛 年兽闯进了院子里 但紧接着的却又是一大片的红光 和一阵阵噼里啪啦夹杂着 咄咄咄的巨大响声 吓咄咄咄 吓得年兽连肚子饿都管不了 急忙地逃回深山里去 哈哈丁婆婆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老乞丐话一说完 转身就不见了 原来老乞丐是一个活神仙呢 天亮了 回到村里的村民 看见丁婆婆安然无事时 都感到十分惊讶 丁婆婆把昨晚的经历说了一遍 这么说以后我们只要在门口贴上红纸 烧竹子和剁饺子线 年兽就不敢来作怪了 是啊是啊 村民们高兴地互相传递着这个好消息 虽然年兽已经不再出现了 但过年的习俗还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小朋友 这边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 你可以把影片暂停 然后想一想答案哦 问题一 年兽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 没有人见过它的模样 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不妨先说说看 再将它画在图画纸上 二 丁婆婆决定独自留下来对抗年兽的勇气 值得我们学习 你是否有过害怕的事情 但后来却克服的经验 你是怎么克服的 说说看 三 老乞丐用了一些方法来对抗年兽 你知道后来这些方法演变成现在的什么习俗吗 请圈出正确答案 老乞丐烧竹子 它到底变成现在的哪种习俗呢 是放烟火 烤肉 放鞭炮 还是烧香 答案是放鞭炮哦 它当时贴红纸 演变到现在到底是哪一个习俗呢 是贴贴纸 贴春联 贴广告单 贴门绳的哪一个呢 答案是贴春联哦 村民们 必须依照上面的路线走 才能逃离年兽 请于下张图跟着画画看 然后接下来是吉祥画 为了庆祝人们没有被年兽吃掉 每逢过年 人们会准备一些有吉祥含义的食品哦 请先念念红纸上的句子 再找出相关的食品连起来 这边有甜甜蜜蜜 大吉大利 平平安安 年年有鱼 下面则是苹果 糖果 鱼跟橘子 你知道 应该要怎么样连才对吗 第一个甜甜蜜蜜 它对应着 就是这底下最甜的食物 糖果 而大吉大利的吉 听起来像是哪一种食物呢 答案是橘子哦 而平平安安的平 听起来像是苹果 而年年有鱼的鱼 也就是听起来跟鱼一模一样 你答对了吗 剪窗花 迎新年天年画 红红纸 剪窗花 剪条鱼 剪朵花 希望健康快长大 那再默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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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es 剪刀花